好 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到我们的夜话时间 今天是周一 没有特别特殊的话题 所以我今天把一些日常中的一些 叫做经历或者叫做经验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探讨 目的非常简单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平静 平静还是这句话 因为最近大家可能前面讲过什么三月 期盼比较多 所以大家也比较急迫 比较躁动 然后各种心事 就把大家搞得比较 不能说乱吧 比较烦躁 烦躁 我们今天呢就来一点轻松的 愉快的 我们来点轻松愉快的这个话题 那么 所以我今天把它定成什么呢 叫做 这个聚焦 叫做聚焦 聚焦 它是一个摄影的一个专有名词 摄影的一个专有名词 人类根据这个眼睛的原理 设设计了这个相机 利用这个磁性材料和感光材料 以及感光材料 磁性材料的复原技术 发明了这个照相 发明了照相 也就这个照相 是纯粹的一种记录 就只要你是个相机 摁动快门 那么只要出现在镜头前面的一 一切反光都被记录了 这叫照相 那么当人们对照相的这个相机 以及它捕捉这个反光的特性 来加以利用以后 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个 日月的奇异的 以及新奇的画面 那么当这些画面被人们逐渐的掌握 逐渐的展示以后 所以这种借用技术的方法 而表达艺术的概念的 这种 或者叫作品吧 它就成了一种什么呢 一种艺术性的创造 一种艺术性的创造 或者叫作创作 就被称为了摄影 称为了摄影 摄影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焦距 焦距 焦距就是 镜头 底片和被摄物体之间的距离 这个距离 称为焦距 那么不同口径的镜头 它的通光量 它的视角 都不一样 所以就有长焦镜 有这个广焦镜 有鱼眼镜 等等 还是种种 那么目的呢 就是把这一种 类型 镜头的特性 发挥到极致 就成为 不同的这种 你看 0.2.8以下的 这个镜头的这个景深 我们都成为 广角 然后到了1.4以后 就是镜头和底片之间的这个距离 叫景深 这个距离 到了1.4以后呢 就成为超广角 再往后走 10 8 那么 那么 他 由于要达到成像的条件 就必须形成一个什么呢 球状的这个 镜头的这个球状面 这种 人们就形象的把它叫做什么呢 鱼眼 鱼眼 就鱼的眼睛是个鼓鼓的 那么这样呢 他就能够最大范围内的去扩大自己的这个镜头的这个视角 所以在广角以下的超过了10 景深的这种 一般就被叫做了这个鱼眼镜 鱼眼镜 那么他就可以拍摄出一些像圆形一样的 就是360度 这个景观的这种作品来 那么这样讲是不是大家觉得有点抽象 好 我发几张这个照片 我们来一起讨论 不是我的作品啊 这是在世界上获得过这个 讲的这个作品啊 这些是这个名家作品啊 我们叫它名家作品 我借用它呢 使大家能够客观的感受到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的话题啊 好 我们注意看第一张啊 我们注意看第一张 这是一张风光片 冬日的风光片啊 冬日的风光片 那么这张照片 大家会觉得它 很甜静 很宁静 很轻松 那么我们在这张画面上 我们就会仔细的看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啊 发现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中间的那一排树啊 中间的那一排树啊 它就显得非常的清晰 显得非常的清晰 而和这个树 而这个树的离我们最近的这一个面和我们更远的那一个面 它就有一个温柔的模糊 那么这就是利用了相机镜头特性展示出来的焦距啊 它以这几颗树的那一个距离 作为这一张照片的焦距点啊 聚焦在这一个点上 那么由于相机不是人眼 它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眼一样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寻求我想看的关注的那些物体 而模糊周围的我不想关注的那些部分 那么相机的镜头它是机械的 所以我们在老式相机上就看到 照相的人老样用手去拧这个镜头上面的环啊 去拧这个环 现在的相机呢 一般都自动的这个马达的啊 用这个自动的这个马达来带动这个焦距环 这个聚焦啊 我们从相机里边看出去 就能看到有这个一些小方框 或者有一个小方框 这是根据自己来设置的 那么这些小方框呢 就叫聚焦点啊 它就叫聚焦点 那么一样 我们现在用手机拍照 玩的比较好的呢 它就会用手指头 把要拍的那个点去点一下 点出一个小方框 那么这个小方框 就是人类利用自己选择给这个手机相机下的一个指令 就是把这个小方框 就是把这个小方框 作为自己聚焦的焦点 聚焦的焦点 那么相机呢 就会以这个小方框里边的物体 来测这个焦距的这个距离 那么这个小方框的点 就叫聚焦点 那就叫聚焦点 那么大家以后可以把这个方法用起来 你的照片就会生动很多啊 就会生动很多 那么最好就是 比如说拍人像 把这个聚焦点放在他的眼睛上 那么他的睫毛每根都清楚了 他的眼神也非常的灵密了 那么我们看第三张照片啊 那是一张镜物 他拍的是一张镜物 他拍出一个什么油画的感觉了 他拍出了油画的感觉 这是一张照片 是用相机拍出来的 那么同样的这张照片 他也是利用了相机的这一个焦距 而造成了一个什么呢 画面的层次和丰富 那么最清楚的那两朵花 就是他的聚焦点 那么在这个聚焦点之前的 和聚焦点之后的 他就模糊了 那么这样呢 这张照片就显出了他的 画面的众生感 可能大家觉得有点奇怪了 我们这是一个PT 为主的这个群体 这罗老没啥干 跟我们在那找 讲摄影啊 其实啊 现实生活中的东西 它都是相通的 都是相通的 我用摄影 来切入今天的话题的原因在哪呢 就是我们思维的聚焦点 往往就是我们这个阶段的兴奋点 它跟这个摄影的照片完全一样 当你把所有的关注都放在某一个问题上的时候 那么你所获取的信息 就一定是和你最关注的这一个部分 最密切 为什么呢 人脑把你忽略的 它就自动的给你淡化了 在摄影上叫虚化 虚化 那么讲这个的原因在哪 就是我们 不要过于刻意的去聚焦 在某一个话题 事物上 不要这样 不这样去的结果是什么呢 好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照片 定于找到一张 可以跟我们的话题比较切合的 它不在照片美不美 而是这张照片 它叫做超焦距的 超焦距 一般我们现在用的手机摄影 很容易就得到这个结果 它是什么呢 它叫做无焦距的摄影 就是把相机镜头前面的一切 以加权的方法进行平衡 使整个画面看到哪儿都是 好像都是清晰的 都是清楚的 是吧 那么 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对比 今天拿出来讲呢 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就是今天的话题的焦点 当相机用超焦距的加传的方法 来测距和聚焦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画面 画面 它就是哪一个部分好像都清晰 那么哪一个部分都清晰的时候 它就没有那种突出点 就没有那种突出点 那么当我们 遇到一种焦灼 急躁的状况的时候 用加传的方法去对待 那么你的焦灼度 你的焦躁度自然就降低了 它事实上什么都没改变 事实上什么都没改变 它离你多远还是多远 但是 在我们对待它的时候 由于是加传的 重点的就不重了 被忽略的 它就清晰了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降低我们的关注度 减少我们的焦躁度 你就会有更宽的视野 有更平和的这种心态 用其他的问题 用其他的折射 去分散 去分散你自己的那个关注点 关注度 淡化 由此而产生的 心境和心情的那种焦躁 什么都没改变 但是 你可能什么都改变 我还是那句话 从去年的六月底 大家很多人就在叫我活不下去了 我没有办法过了 我已经受不了了 但是 今天 我们还在一起 并没有改变 并没有改变 但是 你经过了 你经历了 那么为什么大家喜欢听 这个老师 那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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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实际上 包括我自己 我都知道 我讲的东西 老师们讲的东西 和大家 解决多少实质性的问题 基本上 没有太大的作用 就现实上 没有太大作用 而仅仅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的牢牢叨叨 因为我们的跌跌不休 分散了你的注意力 转移了你的注意力 模糊了 模糊了你的焦跌 模糊了你的关注点 或者因为讲话 话题 或者内容的原因 使你产生一种新的关注点 新的兴奋点 而 用超焦跌跌的方法 来处理 你面对的 关注点 关注点 用 聚焦点的方式 去改变你 使自己影响的那些 焦点话题 去改变这些焦点话题 把它放开一段 虽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 但是 至少 它不困惑你 当前的心机 这就是 为什么今天 我用摄影 来进入 今天的话题 我们用 轻松一点 愉悦一点的方法 来探讨 我们面对的 这种状态 希望能够给大家 有些帮助 希望能给大家 有些帮助 那么最近几天呢 网络上最热的是什么呢 第一 是中美关系问题 第二 跟我们成都和四三 非常有关系的一个问题 就是 三星堆的 再次发掘的 这个成果的问题 美帝国 美国的这个问题 我一直坚持 我自己的观点 就是两个文明的碰撞 回避是不可能的 碰撞是必然的 斗争 也是必然的 而不同的 只是斗争的策略和方法 只是策略和方法 你看毛主席 我记得以前我讲 给大家讲到过这个问题啊 抗美援朝胜利以后 毛主席有一篇文章叫 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 大家可以找出来看一下 没事 当阅读嘛 它里面最精华的一段 我记得去年 我给大家 讲到过这个问题啊 讲到 后疫情时代以后的 这个格局的时候 讲到过这个问题 毛主席的原话是这样 大概啊 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 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 就 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 就一定不讲理 要是讲一点理的话 那是被逼得不得已的 这是毛主席 在1953年的一篇文章 就纪念朝鲜战争 胜利的一篇文章里面 讲到的 很睿智的一个 这个领袖啊 53年这个话 应该53年讲的 那么这也是我们能够从 一穷二白的五十年代 在朝鲜战争的 结束以后 能够有这么几十年 安定 发展的 原因啊 这个原因就是朝鲜战争 把以美国为首的十八国联军 打趴 把他们打趴 争取来的 一种 尊重 一种 承认 而得来的这种 发展的这种空间 所以毛主席原来还讲过 要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也是 在 这些问题上的一个 叫做经典性的总结 那么这两天 大家知道 我们的杨洁篪和这个 王毅 两位 外交领导 以及那位 很惊艳的这个美女翻译 成了世界上 最热门的 三个人物 那么他们出席外交 这个高层谈判 绝对不会少 那么这一次 为什么他们就会成为世界的焦点 成为世界的关注点 就在于 刚才我引用毛主席讲的这个问题 对美国的傲慢 在正式的国际场合 面对世界的情况下 亮剑 亮剑 很精彩啊 很精彩 尤其我们杨洁篪的那 那几句话 没有理由在我们中国人面前 指手画脚 很解气 很解气 格认为自己是什么 自己什么都不是 所以弄得有点灰头土脸啊 搞了一大堆的局 做了一大堆的局 结果就被这几句 睿智的画 就打得体无完肤 那么为什么全世界都会关注这个点呢 大家 这个恨美久矣 不敢讲 来说 不管是 这个经济 还是货币 还是金融 还是资讯 都是在美 都是在美国的淫威下 苦苦挣扎 包括老牌的 欧洲 这个 我们也不叫他帝国主义了 也不叫他殖民主义了 就是老牌欧洲国家吧 也同样 是在美国的这种傲慢 和这种无礼 的条件上 在生存 我们讲过 08年 次代危机以后 美帝国主义非常 成功的 让欧洲的这些贵族老爷们 富豪们 做了美国 大Q1的这个 接盘侠 把美国次贷 危机 所带来的金融危机 揭在手上 然后 站在高高的山顶上 等待着 指标的上扬 搞到欧洲到现在 十几年过去 还在 挣扎和喘息的过程中 原因吗 我们那天已经讲了 美国的这个 四个补充 互为依托 互为补充 美国的军事 美国的美元 以及美元的衍生体 和美元的这个 所谓的 金融理论 金融体系 然后就是美国的 规则之地 标准之地 再然后就是美国的 舆论导向和 舆论控制 那么由于我们 毛主席最早讲的 就是我们的 我们党的两大法宝 是两杆子 大家可能还记得吧 七大的时候 主席讲过的 叫枪杆子和笔杆子 那么到了今天 我想 从我们开始研究 数字货币那天起 从习主席在几次 政治局学习会议上 对各个行业提出 规则制定的问题 那天起 以凝聚我们全民族的 这种自信 面对 世界的 风雨 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 供大家参考 然后另外一个 跟我们 最密切的 前两天也有朋友 转控到了 转发到了各个群里边 就是沐长春在 这个 21号的那个 高峰论坛上的 一个讲话 这个内容可能 大家都看了 它的内容 着重点就讲了 一个就是匿名 数字人民币的 可控匿名的问题 那么 那么作为 这个 职能部门最直接的 项目负责人 在这样的 会议上 谈 这一个问题 大家怎么看的 因为 没来得及和很多人讨论 我也不知道大家的想法 但是我的看法 这就是 大家一直在问的 一直在测试 到底要测试什么 为什么还不落地 这不是技术问题 他这个讲话 没有技术方面的 这个讲话 我看了以后 他是 数字人民币落地的 政治问题 或者叫做 改革生成问题 一定不是我们 PT人 提出来的 这个 对匿名的 质疑的问题 那么能够在这样的会议上 做这样的发言 而且专题讨论 这一个部分 至少 从我这个角度的感觉 数字人民币落地 国内 某些 利益集团 某些 权力集团 还有着 非常尖锐 和激烈的抗拒 不管是用什么方式 才会有 我们的穆长春同志 在这样的会议上 做这样的发言 这是国家治理的问题 其实这不单单是中国 美国同样 也有对 这个匿名问题的探讨和定位 也有对 违抗主权的 打击和控制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在美国 有没有过提现的这个经验 美国的提现 不管他是美国公民 还是美国的常住的 这个绿卡人员 包括我们入境的 要在美国提现 同样有限额 同样有限额 在我的记忆里面 美国的提现 限额 应该是 好像是在一万美金吧 应该是在一万美金 这不是哪一个政权 或者哪个性质的政权的问题 是所有的储权 所有的政权 所有的国家治理者 都必须去面对 和管控的 他就是 对洗钱 对犯罪融资 对逃税 方面的一个长期需求 大家想想 如果十年前有了 穆长春同志讲的 这个数字 人民币 还会不会有 这个大老虎 和贪官们家里边 放着多少千万多少亿 现金的现象出现 他一定就不会了 说他一定就不会了 那么大规模的贩毒 他也很难形成的 是吧 不可能拉着 几汽车钞票 去换 几箱子白粉回来 那么逃税 这个在中国 大家还不太适应 实际上在国外 尤其是西方法 就是西方法律的这种国家 逃税 是一个大家 不管是居住者 还是入籍者 都非常清楚知道的 一个不敢去动的红线 偷税漏税 灰色茶边 讲实话 是我们中国人 真的很幸运 很幸福 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的 这几十年的发展高峰期里面 大家才有这么多的财富 在手上 我这不评判 按照学术上的说法 前期的积累 都带有这个 叫做原始的这个 叫做 原罪 原罪 这个原罪 讲的就是 税收 就是税收的问题 不管你叫他合法避税 或者叫做这么巧妙逃税 他都叫违法的 只是我们的尺度 给的比较宽松 那么从沐长春同志 这个讲话 我的看法 就是国内 国内 政治派系 利益集团 利益体 权力集团们 在 这个 人民币数字活币的落地过程中 主力 主力 主牢 一定不想 一定不想 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 落地 以及推广应用 任重道远 任重道远 但是 历史的 潮流 也 无法抗拒 也无法抗拒 就像前一段时间 我讲到那个 比特币 为代表的 资产一样 不管你是什么国家 也不管你是什么制度 也不管你是什么文化 当 世界的潮流 已经形成以后 谁也不敢 把自己制于 被边缘的 那个点 以前在 对台湾的问题 我们经常听到 一个政治性的话题 就是 叫做 被边缘 被边缘化了 所谓的边缘化 就是 你 没有在潮流的 这个 主流状态中 你就被边缘 一个经济体 一个主权 一旦被 失败 边缘 那 等待 他的 就只能是 灾难 我们 作为中国人 我们最应该 知道的 就是 近两百年 就因为 我们自己 主动的 被边缘 所以 我们才有了 这 两百年的 血泪 才有了 这个 两百年的 血泪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人民币 数字 人民币的落定 在国内 同样有 看不见的冲突 有 看不见的 硝烟 有 看不见的 斗争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